嗨我們安安 我是粉蘭 這週來介紹幾款近期比較值得注意的遊戲 首先是8號出口 這個近期在實況主間超級紅的遊戲 到底在玩什麼 遊戲機制很簡單 從0號出口開始 你如果遇到異象就往回走 沒有遇到異象就絕對不要往回走 異象判定位置都是在第二轉角的那條長廊上 如果你的判斷是對的 你就可以順利到達下一個出口指示牌 但如果你沒有注意到異象 那你就會回到0號出口 重新開始 遊戲是獨立製作 使用Unreal Engine 5開發 場景整個真實到很離譜 玩家仿佛就身處在日本的某個地鐵地下道 整個遊戲沒有音樂 走廊上除了一點電燈發出的電磁聲 基本上就只有你自己的腳步聲 安靜的讓人毛骨悚然 然後你又為了找異象 不得不仔細觀察周圍 就是你很想閉著眼睛跑過去都不行啊 異象都是隨機出現的 不會是那種海報上一個字不一樣的那種 所以不用太糾結在大家來找查 比較明顯的異象 像是突然出現奇怪的人 特定的物品變超多 有莫名的巨大聲響等 那比較不顯眼的 就像是多了一些不該存在的東西 或是需要在最後回頭才能注意到之類的 只要你成功判斷每個異象 最後就可以順利走到8號出口 逃離這個回圈 遊戲的邏輯很簡單 也沒有重度的跳下 8號出口這款遊戲帶給你的 是那種獨自走在地下道時 聽著迴盪在空間內的腳步聲 湧上心頭的一股恐懼感 目前Steam只要82塊 約有2000則玩家評分 94%的極度好評 是很適合喜歡驚悚小品遊戲的你 接下來說說一款 雖然已經發行兩個多月 但現在還是很風行的遊戲 Lethal Company 致命公司 這是一款線上多人的恐怖生存遊戲 由獨立團隊Zickers開發 你可能會時不時看到大家說 這款遊戲很好笑 但這款不只是好笑而已喔 背後還有個大大的陰謀 這款有點類似恐鬼陣 但是更有故事性 你是一個黑心企業派到個星球 處理廢料的社畜 但是遺留廢料的工廠中 充施了各種外星怪物 玩家必須一邊堆應各種怪物 一邊回收廢料 搭乘公司給你的回收KPI 工作雖然危險 但只要好好努力賺錢 未來就可以回老家 買房 結婚 生子 不可能 都說了是黑心公司 哪有這麼好的事 才剛上工就要自己掏錢買物資 物資送來你沒撿到錢也不會還你 有人死掉要扣錢 屍體沒撿要扣錢 KPI未達標 直接把你流放去當太空垃圾 最後還會訂一個 你根本無法達標的天文數字 你越想越不對勁 把個星球中前員工們 留下的證據給找到 揭發這個黑心公司最深的秘密 雖然知道劇情也對遊戲進行沒什麼幫助 但有了劇情帶入 就更有那種為了賺錢 連鬼都不怕的射觸感 我的射觸等級似乎提升了一個level 需要四人線上連線 廢棄工廠中可能會黑得不見五指 因此需要由一人負責在太空船上 看雷達指示 三個人聽從指示外出檢食廢料 當然不只是外星生物會威脅你的生命 有時場內會遺留一些自動機槍和地雷 在閃避怪物的時候也要一邊注意 不然就是 另外這個開發團隊也很惡搞 在最新的Virgin Fortify更新當中 新增了一個體貼玩家的孔豬鎮模式 如果你是很害怕蜘蛛的玩家 你就可以開啟這個模式 一般來說通常會用另一種生物去取代蜘蛛 但Zickers當然不會給你這麼無趣的體驗 他直接使用字面替代 字面 Vsoul Company 致命公司 玩家有超過10萬則評分 98%的壓倒性好評 目前在Steam上購買只要188元 推薦給有朋友可以同樂的玩家 最後就簡單講一下上週 惡靈古堡4重製版VR 終於正式推出啦 好不容易可以讓PSVR2出來透透氣 這個VR模式是免費的 所以你有買惡靈古堡4重製版 只要下載VR的DLC就可以玩囉 惡靈古堡4重製版的VR模式可以坐下遊玩 所以對空間的要求應該也相對小一些 先前已經有了惡靈古堡8村莊的VR體驗 這次會有不同的變化嗎? 或是能夠成為VR2的銷售推手嗎? 你怎麼看?底下留言告訴我喔